歡迎來到香菇飯日常 吃早餐 不是說要去吃早餐嗎 怎麼又來海邊 欸 車不能開下去 好漂亮喔 這個顏色 這邊真的是沒有沖的地方 沒有洗手間也沒有沖洗處 欸 你看這個沙 這個沙也是細的 這邊跟剛剛那邊哪邊好呢 夢幻沙灘名字雖然很夢幻 看起來也很美 但其實我推薦大家去內安 因為那邊的浪更小 設備更齊全 一早完完水 吃個早餐 小平的店 兩間都吃吃看好了 也有人說這間好吃 小館濕瓜麵線 它的麵線看起來還蠻細的 第一口吃到麵線還蠻好吃的 那小館都藏在下面 小館也還不錯 新鮮的那種感覺 又吃起來脆脆的 我覺得來澎湖吃小館麵線 就吃鮮爽脆的 等一下 它剛剛還有招在吃吃看 小菜 這個醬菜這邊應該都有賣 就是丁香魚的 是澎湖特產 鹹香帶點甜味 它裡面看起來有包東西嗎 小館沒有 就是它的內臟 不鹹欸 吃久了還是鹹的 奇怪人 我補充一下 麵線吃起來很滑順 就好吃的 在這裡面還可以點隔壁的阿芝炸粿 一串花枝丸四十 等一下 你看他們店還有賣隔壁的東西 而且又送過來了 我在澎湖吃花枝丸有點上癮 這是第三間還是第四間 看一下裡面有花枝 反正來澎湖就一直吃花枝丸就對了 老闆娘還貼心跟我說明 這外面啊 這一層例如是麵糊 不是 這再來米漿 中間的是條味過的高麗菜 上面可以放魚或蝦 我點的是蝦 吃看看 這跟那天吃起來差不多對吧 不一樣 我覺得這間吃起來脆感更明顯 我們現在吃的這家阿虹的店 兩間都蠻多人推薦 看一下它的麵線 看起來是蠻細的 也是很好吃 吃起來是那種滑順滑順 唯一比較明顯差別的不同是 看得到它上面有一些青蔥 它油的感覺也是比較明顯 再補充一下 它的那個小卷啊 隔壁的那個比較大隻 你看那個角看到沒有 這間的角就是那種小小的 那邊是大 天氣實在很熱 所以去地質探索館裡面 吹個涼 洗個手 這是一個聽海超聲吧 就我覺得如果你在澎湖待的天數夠多 戶外也聽得到 短短的結束了 今天來吹冷氣而已 下雨菜 化身先生在曬太陽 一隻一隻 不好意思 謝謝 終於讓我買到 菊島大冒險的一家仙人掌兵 我看澎湖觀光局的介紹啊 它似乎是仙人掌兵的創始店 這一球呢 是四十塊 它是兩球 這一隻四十 我剛剛舔了一口 我發現它 之所以是創始店 而且人這麼多是有原因的 奇濃無比 濃郁年華 嗯 不一樣啊 欸 我跟你講 我剛剛在這邊等你的時候 發現一個秘密 你看後面 小碼頭 不是 這是什麼 我撞到你了嗎 我看一下 還有好可愛喔 奇怪的人欸 你幹嘛撞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看這邊有 我真心覺得它 它是 可以可以 可以看到它是果實冰的那種感覺 而其他間的是口味冰 不過評價真的被洗得亂七八糟 好吃的很低 不好吃的很高 突然發現它其實裡面有芋頭欸 看一下 芋泥 到底是 一轉眼我們又回到了艾門沙灘 打個菜 其實我們中午一樣固定先去 星巴克多個太陽 幫人跟裝備充電 那你手上這一箱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車伯的設備都在 我們想說 反正用車子開也不用太多體力 所以我們把車伯的設備拿來看 能不能在沙灘上弄出一個 塑膝的營地 你看前面也有人有搭營地 我們決定往邊邊一點 人比較少 也比較不少拍到其他人 不然就這邊好了 我先挖個洞 欸打個菜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不用 不用銀釘 因為沙子是鬆軟的 你的釘子的受力面積太小 一吹就掉了 除非你有沙釘 接住 最後一個了 這樣差不多就行了 這個人終於搭好 也搭了臉 超紅 有搭棚子的感覺 看起來是蠻舒服的 欸 躺一下 看出去 這個人回來了 你玩一圈了 好想喝水喔 那我跟你去 看起來是還不錯 嗯 看起來是有模有樣 擦好防曬 現在採一下水 其實我覺得現在人真的有點多 我還是覺得早上的比較好 OMG這邊的沙子還有玻璃 採起來比較沒那麼舒適 這個人已經跑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一下子的時間我們拿了一些 我跟你講 最重要的就是先吃海鮮 你知道嗎 這種便宜的小東西 等一下再吃 第一天有吃的燒烤 看一下 好了 牡蠣大小好像小一點點 它這個熟食其實還蠻好吃的 這個看起來啊 蓬蓬的 比原本再蓬一點 就是它滾了 這樣就是代表好了 看一下喔 真的在滾 看起來很好吃吧 這個人 他說他是烤肉達人 吃吃看 看一下 怎麼樣 很好吃耶 第二盤回來了 戰鬥力十足啊 這個打不開 有的同個時期啊 它其實差不多 但不是每一顆自然都會開 教大家怎麼開先跑 這是尖端就是頓端 找一個頓端 不用找縫沒有關係 順便找一個地方 然後用力刺進去 它就開了 這也不用推 對 不用推 黏住了 烤不夠熟它會黏住 烤太久的會黏住 在沙灘旁邊吃烤肉其實也蠻開心的 可是因為它限時是兩個小時 加上中秋連假也有星期六的關係 稍微有那麼點感 這一點比較可惜 不要這麼人潮洶湧的時候來 我覺得還不錯啦 如果你帶小朋友 就不用再跑其他地方 長途旅遊的好夥伴啊 我覺得衣服實在是太醜了 流超多汗的 順便整理一下 先買個洗衣粉這裡 E-LAM叫大時再買洗衣金 所以它是全自動的 等一下喔 你身上衣服也要不要一起洗 因為臭臭的 好啊 洗衣服囉 還真的脫 你很煩耶 那褲子呢 也要嗎 等一下 不要你不要 你這 我不要你 你 這個人洗衣間充電啊 前往今晚的國底二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5點40分 因為今天預計要去吉貝島玩一整天 所以我們昨天晚上的撤破點 就在赤坎的北海遊客中心 前面燈火通明 還有四張桌椅擺在那裡 如果想要吃點小食打點桌遊之類的 也是很方便的 旁邊還有海人樹 它就在旁邊守護你的安全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 這附近有沒有什麼優美的環境 轉過來日出 昨天研究過是在那邊 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刻意停在遊客中心旁邊 你這樣子一早就不會被曬醒 喔 對 你看這邊 你看這個陰影 這個有差 那邊看起來有好多雙人座 赤坎海灘 走過來之後 我發現那邊一早就有漁船耶 你這樣有看到 船跟人的捷役 是不是很愜意 這就是我浪漫的早晨